哈囉大家好我是詹姆士 詹姆士之前有開箱過 幼蘭子的快頰系列Craw 那詹姆士後來買了另外一個版本 一樣是Craw的 這個是現在買的 然後這個是比較早期來買的 我們先把它割開 左邊是應該算是新版的 右邊算是舊版的 正面看起來差不多 側面 背面 這個詹姆圖可以看出來跟一般版的 然後這個旁邊有一些勾勾 直接把它拆開來看一下 好首先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新版的呢 它這邊是有一個勾 它可以用在阿卡系統 那我們一般版的呢 就是沒有 它這邊沒有這條勾 可以卡上阿卡系統 然後底部呢也不一樣 底部呢一般版的只有一個 螺孔 那這個新版的呢 有七個螺孔 這個是 跟一般版的 有差別 右邊這個是詹姆士比較早期買的 然後左邊這個是比較近期買的 看到上面的快捷版就不太一樣 這邊有白色的線條 還有Craw呢是用白色的字 那右邊這個比較早期的就沒有 右邊比較早期的都是黑色的 然後其他看起來的就大同小異 這個很一樣 那其實它們都是通用可以互接的 那這個早期的快捷版呢 可以接到就可以 新版的上面 那新版的呢也可以接在 不要 早期的 底座上面 都可以很快的做結合 那這種的好處呢是除了可以接在一般的 4分之1的螺絲的腳架上面 然後它也可以裝在這種 Aka的系統的腳架上面 我們看到它的勾呢 剛好可以被卡住 這樣子 還可以裝在這種系統上面 不用一定要鎖4分之1的螺絲 這個快捷系統的好處呢 這個快捷系統的好處呢 是當你 想要轉換在不同的腳架呢 非常的快速 快就可以裝上去了 如果是你想要移到滑軌上面 這樣就 1秒的事情就可以把它安裝完成 這麽是覺得蠻方便的 所以這麽是買了非常多的底座 跟快捷版 像照明燈的你也可以這樣 快捷版 然後直接在不同的腳架上面 降上去 可以當作照明 非常的快 那這個就是 幼蘭子快捷系統 Pro 的開箱 我是這麽是 我們下見了壺壺壺壺